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三年没有工作 所以他的心理有些不正常 虽然这件事情很荒唐 但仔细一想 似乎从一开始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变化 尤其是在霍建华结婚之后 整个人都萎靡不振 看起来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美满 多年前 霍建华于鲁鱼的谈话中说 当被问及对结婚这件事情的看法时 霍建华目光淡然 回答道 到了2015年底 原本我已经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 但是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我那么努力地工作 那么等我老了 我的钱该归哪里 我本来是可以捐赠的 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霍建华取林信儒并不是因为两情相悦 也不是因为感情 他只是想要找到一个可以传承自己家业的男人 霍玉最后对霍建华说 你相信天长地久吗 霍建华想得想到 只有血缘关系对我来说是永恒的 一辈子都磨灭不了 其他的真不一定 霍建华说的都是真的 他大概是唯一一个结婚之后 还没有装出一副爱妻如命的男人 只不过霍建华去林信儒之前 也是颇有名气的大仪人 婚后却一落千丈 几乎没有什么电影可以出演 有传言称 林信儒因为干涉了霍建华的事业 让霍建华经纪人很不高兴 所以才解除了合约 另外 由于小海豚也要有伤亲相伴 而林信儒又是个喜欢出风头的人 所以霍建华只得放弃自己的工作 做起了家庭奶爸 职业生涯的变化 对霍建华来说 绝对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打击 他曾经在公开场合抱怨过 一结婚粉丝都跑光了 都取关我了 这么 这是多么实际的东西啊 尽管不清楚霍建华与林信儒的夫妻关系究竟有多融洽 但是从霍建华结婚状况来判断 的确很难在他的表情中看到幸福这个词 结婚之后 林信儒越来越像个小姑娘 霍建华则是彻底地放弃了自我 成为一个由头粉面的中年男人 林信儒47岁时候 霍建华43的时候 他就已经年长了4岁 但是霍建华就像是老了一轮一样 霍建华对待自己的妻子从来不会舍下留情 甚至还和林信儒在大街上打打出售 林信儒哭得梨花淡雨 霍建华就开着车子扬长而去 也许就是这次的争吵 让网民发现了他们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才会不时地爆出他们婚姻破裂的新闻 还记得那个曾经在往小飞与大S离异事件中 还兴高采烈的记者格斯奇吗 有一次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林信儒 霍建华已经离婚了吗 这样所有人都怒火中烧 尤其是吴宗宪 但格斯奇一点都不害怕 只是姗姗道 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吗 格斯奇之外 另外一个大逼也将霍建华和林信儒的事情曝光出来 但却没有人说两人已经离婚 只是说如果两人连结婚证都没有 而且他还发誓 如果我有说错 欢迎起诉我 转载者不用怕 由我来负全责 可是霍建华却把他告上了法庭 并且赢了 所以谁也不敢肯定林信儒和霍建华关系到底有多好 毕竟霍建华已经从一个偶像变成了一个平凡的男人 因为有了儿女 家人的健康完全 才会形成儿女的健康性 假如生命真的已经回归到了平静 那么就把这件事当作是对儿女的报答 3月29日霍建华突然冲上热搜 这大概是他结婚后少有的相关信息 此前因为老婆林信儒的新制生产时 他被提起也上过一次 但是关于他本人的戏约还是第一次 霍建华一次不用化妆就能上镜 且凭着偶像剧霍遍大江南北的男神 他的颜值和气质 演技及人品 都是圈内独特的存在 在这个微博流量未亡的数据年代 他能守住初心 连账号都没有开通 可喜欢他的人 也并不比其他同期男演员少 这就是他搞角色积攒下来的魅力 就在3月25日 大型活动微博之夜结束后 看到刘亦菲和胡歌 18年后再同台领奖 黄晓明给刘亦菲送祝福 突然有种感觉 什么时候能搭档霍建华 因为刘亦菲这些年下来 曾经的男神基本都合作了个遍 比如古天乐 风少峰 宋承宪 Ring 林志颖 王力宏 似乎就只查霍建华了 没想到今天就上热搜 霍建华将出演新丽星剧 《玫瑰的玫瑰》 《玫瑰的故事》 据说这是一部讲述女主 和她的七位追求者的都市剧 其中一初恋庄国栋 灵魂伴侣附加明 最终归宿方写文三的故事为主调 借用《玫瑰》这一角色 表达对传统思想里 女性应当从一而终的否定和不屑 强调女性在爱情里应该独立 自主 主动争取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其中包括意见钟情 爱上寂寞 已婚男人再动心 等等热门话题 完全不用担心讨论度 电影版剧照 作者一书更曾写下 现代爆款《我的前半生》 和刘金岁月 功底深厚 若是再联手刘亦菲和霍建华 两位顶级颜值和超人气实力派演员的话 注定成为下一部爆款剧集 且刘亦菲时隔16年再回影视前 她的两部作品《梦华录》和《去有风》的地方 都取得了叫人的成绩 无论是招商还是影响力 都是业内佼佼者 霍建华更不用多说 当她和合作赵丽颖主演的《仙下剧花千古》 更是成为《仙下剧》的里程碑 不但收视率爆表 更是爆出诸多配角演员 可见这部剧受欢迎的程度 那么这两位要是合作 别的不说 光入场观众就已经有了保证 至于剧情 正如网友所说 只要有她俩 再狗血都得追 对于霍建华的粉丝来说 能请她付出 就已经很满意了 况且女主还是这两天杀疯了的刘亦菲 简直眼狗的天堂 不过也有开始提建议的 希望霍建华进组之后 能先适当地做一下身材管理 因为前阵子 她和林信友的合照爆出时 照片中的霍建华 不仅敬险疲态 而且步步出现多层游泳圈 这样的形象可不适合演戏啊 其实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相信霍建华会有自己的职业素养 既然选择了角色 那么一定会全心全意 被贴合角色服务 期待她的表现就好 如此就安静地蹲一个官宣吧 你是哪部剧认识的霍建华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